为了增进祖孙之间的情谊 三站文化健康站举办了 祖孙夏日缤纷 温馨祖孙情共学同乐趣的体验活动 期望可以牵起部落祖孙传承的桥梁 也促进彼此之间关系更加圆融 暑假即将结束了 为了让祖孙能够体验文化各项活动 休想三站文化健康站 并且办理祖孙夏日分乐 温馨祖孙情共学同趣乐 体验活动计划祖孙的国民却表示 部落长者看到孙子们体验跆旋到飞机的样子 逗得大家乐开怀 场面可以说是相当热闹 也希望利用这快乐的时光 增进祖孙之间的情谊 为了一年一度的成果展 我们现在让长辈跟他们的祖孙 一起欢乐 让他们跟祖孙跟祖孙能够建立好更好的关系 这样子他们在社会上会接触到 怎么如何长大 怎么如何教训他们的长辈 这个也是我们要走的方向 虽然天空下的气宇还是不减大家的热情来参加稳健站的活动 赵福袁成一方表示火箱服务已经近三年的时间了 他在这里成长学业有成 对部落有着相当多的情感 活动规划则是以小时候成长与长辈之间的互动 并且有共学同乐趣 亲子所公益 文化体验活动等等 希望牵起部落祖孙传承的桥梁 一出见两代之间关系能够增加融洽 这就带着你需要了